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 DK Aromatherapy 創辦人 亦是一個興奮治療顧問 今年做了二十多年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用精油在日常生活中 達到殺菌和放鬆的作用 現在第三波疫情已經來到 我們每天都已經戴著口罩一段時間 有沒有覺得很局促? 覺得有一陣味道在裡面? 有沒有一些精油可以用在口罩上? 經常有朋友問我 也有很多朋友說 這個口罩要有一個高度的保護 不應該放任何液體在口罩上或裡面 這是絕對正確的 而精油不是用來殺死肺炎 而是可以幫助殺菌和抗病毒 也幫助我們舒服一點 所以在抗疫期間 令我們心情好一點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令我們免疫系統提升 用的方法是怎樣? 我們只需要有一個口罩 這個鐵線的向上 在這個折邊的側邊 我們選擇適合的香氛油 我今天會建議大家用這個茶樹 羅文沙華葉和玫瑰天竹葵 你可以混合這三種味道在一個小瓶 然後滴一滴在口罩的邊邊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然後當你戴著這個口罩的時候 就可以聞到這個香味 令到你的呼吸會暢順一點 一來 二來它有殺菌的作用 雖然它不是主要用來殺肺炎的菌 但因為本身口罩已經有這個保護的作用 令到我們戴著口罩的時候 特別是現在天氣這麼熱 可以令到我們整個過程覺得舒服一點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自己要戴口罩多久 在這個過程裏 令到我們放鬆 同時又可以有殺菌的作用 在家裡的方面 有沒有朋友在這個時間 因為壓力很大 就睡得不太好 或者想放鬆一些 就可以用一個香氛爐 現在這隻香氛爐 真的是用蠟燭做 但其實它是LED燈 一個新的專利的產品 我們只需要頂開下面 就有一個瓶 你就將你需要的香氛油放在裡面 然後拿著它 然後透過遙控就可以按著 你就可以聞到這個香味 它是自己生自己色的 也有一個模式可以自己穿五個小時 其他十九個小時都會熟 只穿著這個燈也可以 變了可以令我們放鬆一點 在家裡也有殺菌的作用 剛才說了 羅文收芽葉 玫瑰天竹葵 和茶樹精油 如果想睡得好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 馬屈藍 佛手金 和芬衣草 當人很大壓力的時候 又飲至失眠的話 還可以加上橙花 這些配方只需要混合 混合後放在瓶子裡 放在香氛爐裡就可以了 也可以滴在香氛頸面 可以帶著在山上 讓我們每一天有一個香味 同時間有放鬆 也有殺菌的作用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